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开启了连锁鸡排店 卖的鸡排足足有八两种 而且每一片鸡排就跟脸一样大 很快地就吸引了消费者的目光 但其实薛志正当初会放下演艺人员的光环 转而投入餐饮业 全是因为六年前的一场大病 当时因为感染肺炎进行了插管治疗 但是假牙却不小心卡在肺部 紧急开刀才捡回一命 也因此让薛志正得放弃演艺事业 曾经他一度茫然不知所措 直到了前年和朋友合资 卖起了鸡排 跌到谷底的人生才慢慢地波云见日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艺人薛志正的人生故事 来 紫山好 谢谢紫山好 看到了 厚人鸡牌的下打鸡 这个理念会 这个厚人鸡牌的厚人鸡 做什么事情不管再大的生意 这我一直很记得博秋老师讲的一句话 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 就什么 功德圆满 32号 厚脸皮微辣少胡椒 来 10号麻烦 叫号声不绝于耳 每天一开门营业 人潮就不曾间断过 因为这里卖的鸡排很特别 每一片竟然都比人的脸还要大 我觉得我的脸已经够大了 它竟然还可以比我的脸还要大 还蛮夸张的 就很大 可以分成四块 外面的可能只能分成两块吧 有点大 但是很大块 物超所值 眼见为食嘛 我们来看看 这鸡排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比我的脸大 只要你的脸比我大 免费请你吃一个月的鸡排 像我的同班同学陈维明 也来比过 他的厚道不是比较长吗 对不对 但是他还是没有比我们家脸大 有吃出来 我可以先吃完这一块鸡排 我们再来访问吗 好 对自家鸡排爱不释口 眼前这位戴着眼镜 说话幽默风趣的男子 您是否有些眼熟 没错 他就是艺人薛志正 近年来淡出演艺圈 改名薛子菲 当年他靠着模仿宋楚瑜 李登辉而走红 我就是台湾民主的首天 有分了 关于这个老环天 说他是台湾民主之首 处于在这边 绝对是不同意的 我管你同不同意 我告诉你 将政治人物模仿的微妙微笑 拥有深厚的模仿功力 但艺人这个职业 不是薛志正人生的唯一选项 近年来他从典艺圈 跨足餐饮界 卖起了鸡排 短短一年多 就在北中南拓展了32家店 早就拥有一票忠实粉丝 而充满搞笑因子的薛志正 就连鸡排的取名也十分有创意 一个鼻脸的 一个不要脸 后脸鼻 小脸脸 小脸脸都蓝天的 名字在点无厘头 但顾客们却很红场 像是不要脸鸡排 涂上了特条酱汁 再用高温炙烧 咸香又美味 而后脸皮鸡排 三公分的厚度 吃的时候还得张大嘴 大口咬下 尝得到烫口鲜甜肉汁 另外炸到外脆里嫩的小白脸 白嫩嫩的肉汁 让人一吃就停不了嘴 口感很嫩 而且又刚炸出来很多汁 非常好吃 他就 我的嘴巴没办法完全咬下去 那种厚度 莉莉来 你来 快谁来 来 跟寿主瑜来拍 来 跟寿主瑜拍张照 大鸡排 谢谢 来 后面零块鸡排 你们收工了 薛志正虽然头顶明星光环 吸引了不少的买气 但如果要长久经营 还得评你真本事 我们鸡排是真材质量 它里面的肉 我们都没有拍过 然后片刀 刀工好的话 它肉汁不会流失 就刀只要切得漂亮的话 它本身 鸡胸肉摊开 真的就比脸大了 为了经营鸡排店 薛志正从零开始学习 边做边学经验 卖的每一片鸡排 都足足发两种 料好又实在 虽然这不是他 他头一回创业做餐饮 但这一次他可是卯足全力 要开店前 把全台湾的鸡排店 都给吃遍了 你不要说切鸡肉 从当初吃鸡肉的时候 那才是可怕的事 我们大概吃了一年半 全台湾各省 从头到尾各种的鸡肉 鸡排 传统式的严肃鸡 全部都吃遍了 那时候从80公斤 一直吃到96公斤 后来不幸最 准备要开业的时候就破百了 然后那时候还一跤滑了 没到把自己的右腿做断 你看厉不厉害 几份 一份小辣 一份 OK 来 大辣 中辣 小辣 不加辣 不加辣 几个 麦鸡排卖出了名堂 昔日的模仿搞笑咖 其实入行演艺圈 已经足足超过30年 薛志正在12岁的时候 因为迷上了特技越野车 结识了已故特技演员 柯寿良 转入演艺圈发展 不只进电影圈拍戏 24岁就推出了个人专辑 年少 心途顺遂 但对当时还年轻的薛志正来说 演艺圈只是玩票性质 从来没有想过要用心经营 那时候吸引我的因素就是好玩 刺激 我14岁的时候做过邓丽君小姐的替身 那是因为刚好车队 每个都是大脑手啊 练得身体很多 那我一个小屁孩啊 刚好那时候158公分 所以记得跟邓丽君小姐的身高一样 她的衣服我刚好能穿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入哪一行 你知道 家里有钱嘛 不愁吃穿嘛 不是 那时候真的没有series 把她当成一个事业经营 一直到三十多岁 薛志正靠着时下热门的政治模仿秀节目 主席有约 全民大闷锅 以模仿宋楚瑜 李登辉才打出了知名度 在台上搞笑半丑 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选举秀 很快就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成了当红炸子鸡 身为来人的话 应该要多尊重女权 像我跟我家万水鸡一样 知道吗 对 像我也从来比起古人家万水鸡 对 那个时候因为有了知名度 大家都晓得宋楚瑜的分身 那时候活动会接得比较多 像我模仿这一项宋贤人 他就非常大气的一位政治人物 宋楚瑜 你不是明天早上十点才要到 竞选总部吗 我在台上演讲 然后郭子贤主持 是 报告主席 是 万水姐姐入场了 我想大家给万水姐姐掌声 鼓励鼓励 万水姐姐辛苦了 好 那我想先请万水姐姐入座 就坐在我分身旁边 帮我照顾一下她 就宋楚瑜坐在那边 她是我分身 我变她本尊了 全场大笑 那我这样子开玩笑的话 那宋先生也是一样 非常可疑的音乐 所以 喜感十足的演出 博得了不少的掌声 巅峰时年收入破千万 但正当演艺事业发光发热 前途一片看好的时候 在2009年身体却传出了噩耗 一场小感冒 居然引发变成肺炎 演艺事业全面中断 结果要连续发烧 快一个礼拜了 烧烧停停退退 烧到最后头昏脑脏 已经受不了了 最后再去医院 中检的时候 已经急性肺炎吧 感染 然后又转院的时候 前面决定插管 包一排假牙塞到肺里面去 然后造成扩大性感染 插着呼吸管 薛志正看起来非常虚弱 脸色苍白 医护人员赶紧将他 从救护车上 推下来送进急诊室 薛志正怎么也没有想到 医院在插管治疗的过程中 不慎将他的四颗假牙 掉入肺部 严重的医疗疏失 让他差一点丢了命 好短短的帮我插管干嘛 我前面还在跟你讲话 沟通 后面一下把我打麻醉剂 我就昏了 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七天之后 还好 而且是 鬼门关已经走了不小几回了 我是在床上半梦半醒之间 看到我的 我的 这样子跟我面对面哦 这样子一开我 我就急了 赶快回来 还没有到时间 就把他放回来 然后晚上有时候睡觉 朦朦之中会听到铁链的声音 我里面碰过太多人物了 有西洋的死神 有我们中国的所谓的七爷八爷啊 就是牛头马面嘛 只是幻象神人嘛 那一直在跟他们 一直在跟他们聊天沟通当中 好 哎哟 那你精神不错啊 那要不要下床我带你们去逛逛 哎哟 那时候惊醒 醒来的时候才看到 哎 我在一家医院 和病魔搏斗一个多月 薛志正终于从死神的手中 捡回了一条命 但出院之后元气大伤 一百八十亿公分的他 从八十五公斤 掉到了六十八公斤 肺部组织纤维化 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肺功能 休养了大半年 仍然没有办法接细 这一次真的也冲击太大了 为什么说 因为身体真的损伤不小 好比说三十秒的马路 我都过不完 会喘 走路真的跟外星人一样 很多戏变成我不敢吃 很想拍 很想接 很想去面对 我身体真的沉不住啊 我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 因为你不要说别的 你就算专心拍好戏 这点都没有办法实现的话 那你就变成剧主力的毒瘤了 生了一场大病 什么都没了 人生陷入了黑暗 人人呈现的幸福婚姻 也岌岌可危 终究走上了离婚一途 面对人生曾经一度茫然 不知所措 这段期间薛志正试着转换跑道 尝试过不少的行业 做过人力仲介 投资过餐饮等等 但是一路走来并不顺遂 一直到两年前 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合伙创业 买鸡排 跌到谷底的人生 才慢慢的波云渐日 现在就是调配好的粉 然后真空 风包 再分送到各个店家去 历经好几次的跌跌撞撞 如今薛志正一步步的重新爬起 对于未来他有更大的野心 目标将店面拓展至100家 力拼上市上跪 20间店的时候 中线就有担心了 说薛自己老朋友在讲 你们速度不要太快 到太快的话 到时候资金周转不离 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没关系 我们会尽量照着女孩做 但是老师 现金流不够的时候 还是要大哥出手帮忙相助一下 现在就是说 那每一家店有每家店的代表 然后我们现在有那么多平面 那这样子的话 总施工的工期差不多差不多 淡出演艺圈 改做鸡排生意 转型相当成功 还成立400瓶的仓储 配送各店货源 稳定品质 而往仓储的二楼走去 别有弄天 薛之正还成立了室内运动场 戴起面罩 穿起和尘的极剑服装 右手拿起锐剑 左手跟着挥舞 西洋极剑正是薛之正的兴趣 也是他培养运动的一种方式 阿辉伯啊 这个这个挥剑鼠的时间又到了 之前呢 我的挥剑鼠呢 都是大家的斗剑 玩这个日本 穆斯多 今天阿辉伯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西洋极剑 大病出狱的薛智正 现在透过西洋极剑 训练自己的体能 历经过生死难关 运动成了他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过去那一段曲折痛苦的人生 也让他更懂得知足感恩 不忘回馈社会 要装这么多鞋出去 好伤心喔 其实这次洗几牙气 每次我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都会很开心 有一天是我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 我也希望社会有一些人 能够帮我 回馈我 对不对 因为你看莫名其妙的 手上三五七八个节目 一个感冒挂了 什么都没了 人就这么脆弱啊 来 谢老师 来 家菜鸡牌来了 其实老实讲 本来是送70片 但是路程的时候忍不住闻香 然后把另外一片给吃掉了 好不好 这一点对谢老师抱歉 本来给你三片了 你现在只能吃两片 来 谢谢 下次真的有需要随之打电话 来 不恋战明星光环 反而路越走越广 从幕前 转幕后 获得更多掌声 对于薛志正来说 生命总会在某个转角处 出现意想不到的惊喜 宝贝 宝贝乖 喂 这样有没有太gay 像是有些好朋友 晓得薛哥年纪大了 为了赞助我汽车 他还会提供一些装备给我穿 你看人活得就已经不错了 还有这么多好朋友支持的 所以我觉得我 薛哥这辈子是最富有的时候 对 所以以上好朋友听到我的话 再拿一些赞助品过来 谢谢 这样太下流了 重机车油门一催 轰隆隆的引擎声响 在崩溃路转的山林中 享受奔驰的快感 近年来薛志正爱上了其重机 尽管过去那场大病 当他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费功能 但他不放弃对生命的热忱 不断地挑战自我 What fun What the fun What the fun 不是 Fun 太好玩了 真的 是一种自由 因为现在我只剩下最常人的 四分之一的费 但是剩多少不要紧 让他产生最大的效能 就是存在价值 有一些路段会有一点弹跳 有一些滑胎 他有这样滑胎的功效之后 我稍微甩了一下 我就很满足了 太兴奋了 真太兴奋了 好久没有这样实测了 不论在人生巅峰 还是人生低谷 对曾经跌过脚的薛志正来说 过去的挫折和低潮 都是成长的养分 如今他更懂得珍惜眼前 以全新的态度 迎接下半段的人生 欢迎收看今集的台湾 我是许晶晶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想要在台湾的美食之都台南 卖起传统小吃得要有特色 才能够经营得长久 而在台南仁德 只有这么一家温体牛算算锅 经营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 很多镇商名流都是常客 而会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 坚持不卖隔夜牛 牛肉一定是每天从善化屠宰场 现在直送的 而且只取枕头牛15%的精华部分 来提供给客人 不仅如此 汤头各是下族的重本 用牛骨 牛腩 牛筋 和十多种蔬菜水果来熬制 光是一锅涮涮锅 成本就要两万元喔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老板沈大鱼过去曾经很迷信 算命在说什么他就照做 所以完全不吃牛 但是到了三十二岁那一年 经商失败 欠下了千万债务 走投无路之际 他决定不再相信算命所说 反倒逆势而行 卖起了温体牛算算锅 没想到就靠着这一锅好味道 当他东山在起 打破不能吃牛肉的米信 我是从小吃到大 所以我们家小朋友 也是吃阿育牛肉汤 长大的 六年刚下飞机 然后就直接跑来台南 因为我一直都想来 都想来台南吃温体牛 然后他真的很嫩 齐美的宋董 齐美的董事长 他就是要吃松枪的 台湿王洋 他都是我们的安排 还是那个副重量 那也是我们的安排 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吃什么 四种保育 四种口感 都没空 阿伦云吃 我本来不能吃牛肉 独身卷不能吃牛肉 我最少 我跟紀念一无所有 还有什么所掛来的 所以好 我就一定要做牛肉 所以一把牛肉汤 用心经营的过程中 到今天公主的名称 来 这个 这个 中午十二点不到 位在台南人的乡下 这一家外观不起眼的 温体牛帅帅锅 立刻排起长长人龙 时政大桌 是五张小桌马上被做买 不开放事前定位 想吃就得乖乖的 你看停车场 全部都是满满的车子 而且都是 很多是冰牌车 他不跑四驱的五星鸡 跑到这里来吃 这仁德的乡下 我只要来台南就一定吃 因为它的肉新鲜又甜了 好吃 每个部位都不同 口感很棒 味道很实在 现在我就觉得这好像是A5和牛 对 非常的赞 现前的新鲜温体牛 放入水中 竟然有和牛帅令人惊艳的味觉享受 墙上挂满名人合着 不管是政商名流 观光客 还是在地 都无人能抵挡这温体牛的魅力 随着人潮陆续涌入 表白省大意的头也越来越低 拿到的手就像机器杯 无法停止摆动 就像武侠小说讲的 镰刀要合一 手上的刀就像沈大玉身体的一部分 站在肉台前一站就十几个小时 斑驳的地板看得到岁月红积 现切的温体牛 因为新鲜 粘性钩 会紧紧地攀附在盘子上 360度大翻转都不会滑落 你看 在后公关 前公关都可以 对不对 就新鲜的刀都没刀 这要我们温体的才有办法 进口就没办法 进口就一抛就掉了 都叫汽车车 有专车在这一送 一天上司出 神当玉用的温体牛 每天从善化屠宰场新鲜直送 只见他一拿到肉 便毫不犹豫地大刀阔骨 去掉整整一大半 你看 这么大块 这落到 它的肉呢 只这样而已 我们一天 我们一天打算的量非常大 这个就是我们舍弃掉了 不能做火锅肉片 还有牛肉片的肉 只能够做牛肉干还有熬汤 太浪費 对 没办法 因为这边的口感 你咬不动 就像橡皮筋一样 有舍才有得 众生要一个观念 有舍才有得 神当玉每天至少要舍弃 1000至1200斤的肉 只取每头牛百分之15的精华部位 肩胛 领肌 腹斜等等 提供给客人 对肉的品质相当龜毛的他 对于黄金高汤更是讲究 光是食材成本就要上万元 要2万多块 你看 这个就整大锅都是牛肉 你看 都压不下 总共要2把多斤 就牛肉牛筋 一般人在做也没办法做这样啊 因为成本太高了 我也是没办法啊 因为我从以前在做就这样做了啊 以前就没有再计算成本啊 已经习惯了啊 所以你怎么 你没办法去减少 你一减少你客人就知道了 你有看到嘛 有香港的嘛 欧美的 日本的嘛 韩国的嘛 对不对 为什么人家这么晚来跑到这里 就是要享受你的汤头而已啊 连外国人也臣服的美味汤头 善入粉嫩色的肉片 清涮三秒就能感受油花的香甜 软中带脆 檀牙带有肉香 鲜甜滋味让人回味无穷 这边牛肉很好吃 他们说就是入口即化 然后吃下去就真的很冷很好吃 很新鲜 然后就是汤头 它一开始开店的时候 汤头就是用水果 很多的苹果之类的这种汤 所以喝完之后不腻 也不会口渴 有朋友说这家是台南唯一最好吃的 吃过应该是最好吃的一家 这一家就要来起油轻了 放动一二三 好啊 来 一二三 好了 接量快 五十年次的沈大育 经营温体牛涮涮过 已经超过三十年 但其实年轻时的他 对牛肉却是避之唯恐不及 连碰都不敢碰 以前我们的祖传嘛 奶奶说叫我们都不可以吃牛肉嘛 那个算命师老师也是说 说我带葵光啊 带桃花啦 不可以吃牛肉 吃牛肉的话 桃花会不断嘛 桃花不断 会这样会不好嘛 所以呢 后来呢 我觉得以前就完全不吃牛 在周深完全不吃牛肉 但会让沈大育开始吃牛肉 做起温体牛涮涮锅 时光得回溯到他三十二岁那年 当时沈大育原本是为进口贸易商 在台北迪化街做布料批发 但随着大环境影响 成衣厂没落 工厂纷纷迁移大陆 经营不止出现困难 在同一时间 沈大育又遭到客户跳票 卷款而逃 打拼十多年的事业 一夕之间全没了 客人给我吃了好几后备 的东西吃往大陆 结果他所开给我票 通通跳票 通通跳票 都给我减款而逃 好几千万 真的 那客人打了好几千万 所以就没办法 就没办法啦 所以我放弃那个行业 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沈大育为了还债 变卖家产 房子和土地 毕生积蓄全没了 人生瞬间归零 非常非常的低潮 说真的 工作不好找 出去碰到亲朋好人 每个人看到我们 好同学 好朋友 看到我们 都会避开我们 你会怕 怕我们跟他借钱吧 应该吧 怕我们跟他开口对他借钱吧 曾经高高在上的大老板 求职四处碰壁 但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出现了转机 人生在最低潮的时候 刚好有个机缘 找不到工作嘛 到最后去找什么 最缺的是保全嘛 对不对 刚好去做保全 保全都做半天 刚第一天去上班 第一天去上班 刚好在所谓室里面 在看报纸 所谓室就看报纸而已嘛 突然间去发现美食板 在抱这个牛肉 牛肉 突然间呢 脑袋呢 好像被什么敲到一样 就马上 回去跟我老婆说 老婆 我要做餐饮 做餐饮要做什么 你什么都不会 我没关系 你要做什么 我要做牛肉 我老婆吓了一跳 你不是不可吃牛肉吗 为什么要吃牛肉 要做牛肉 对 就是因为不可吃才要做 你才能够去体会 才能够体会 一个行业 一个行业的困难度在哪里 叛逆吧 叛逆的心态吧 你叫我不要 我偏要 对不对 你叫我不要 我偏要 试试看 试试看嘛 所以我就一头栽进这个行业 我反正已经到这样 到原生的谷底了嘛 还有什么不可为的 只要不违会做宰 做胎就好 不要违会做胎 其他的正当行业 都可以试试看 过去的沈大育听信算命师所言 从小到大没吃过一口牛肉 但如今跌到谷底的人生 他选择逆势而行 卖牛肉成了他人生心指向 人生绝对不是一条路 这是我的感觉 我以前在做贸易的时候 我也是感觉说 这是应该我终身的行业吧 结果不是 人生的行业我不敢说只有一条 但是其中的变化 要由你自己去选择 刚开始做牛肉的时候 他也很认真 因为他肉也没有很懂 对牛肉来说也没有很懂 所以他都去牧场 对 他去塗袋场去了解 一些肉的部位 肉的品质 他几乎都没什么睡觉 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所以他也不觉得辛苦 对 然后也不觉得那有什么 他觉得人生就是要这样子 做人 我们可以看不起 不能看不起 不能看不起 这是我们人的记忆 每份工作都有各自需要面对的困境 餐饮业对沈大悠来说 是个全新的领域 只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刚开业时就爆发了牛脂口蹄疫疫情 让业绩足足掉了八成 但创业之初所遇到的种种打击 并没让他有半点打退糖果的念头 反而更努力的面对困境 一直到十多年前 台南举办了清烫牛肉啤酒节活动之后 打响了台南温体牛的名号 沈大悠的餐饮事业才慢慢出现转机 我每天在卖的话台南没有几家 因为后来被我们台湾县县长大力的推展 后来再加上我们市长 也是没有间断的推展 才有今天的市场 很美味的 牛肉啤酒 这是我第一次吃的 这是第一次吃的 这是第一次吃的 非常美味的 非常美味的 牛肉是新鲜的 所以很美味的 踏实地把小生意从无到有地做起来 连国外观光客也慕名而来 三十年下来 沈大悠的温体牛涮涮锅 已经成为台南首屈一指的美食 可是生意越来越好 四年前儿子沈伟俊也回家帮忙 要这样做吗 好 这样我会做 同朋友需要吗 需要 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嘛 那你回来之后你又看 他们好像慢慢的有点变得不一样 然后觉得他们像真的有在变 对 然后家里生意又那么辛苦 对 所以就是有的人带回来了 沈伟俊过去曾到日本餐饮学院就读 回国后在台北的日本料理店当师傅 如今他把过去学到的餐饮经验 带到父亲的店里 站在肉台前切肉的动作熟练 很有沈大悠的影子 八十吧 但是爸爸是一百二 努力再努力 爸爸他很坚持很用心坐下来的 现在来讲应该就是要守护这一块 不要让他不见 非常满意 一百分的满意 因为他现在 在某些程度上说真的已经超越我了 我不在店面的时候大部分都给儿子处理 找时间出去运动运动走一走 我跟儿子开玩笑啊 开玩笑一句话说 你让你老爸出去运动 他就可以帮我们做了越久 你不帮我 不让我出去运动 我就做了越短 青春由来更胜于来 现在一家人为了自家事业格外卖力 很认真的各司其职 如今沈大悠有了儿子的传承接班 不必再那么辛苦 可以花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漂亮喔 打完球之后 身心都开朗 对不对 都放松 然后在当天晚上在工作 又是另外一个动力的 人生的过程 没有所谓的永远大老板 当你人生一个段落之后 你要面对就是另外一个起程 哪有所谓永远 我感谢上天给我机会 让我再重新爬起来 这是我的感触 老天爺真的对我非常地疼惜 因为我人生转折这么大 大部分的人都无法爬起来 都爬不起来 所以我今天能够爬起来说真的 我会感谢上天对我的疼惜 那种感觉非常的... 非常的欣慰 而且小孩子看到我都会讲说 牛肉要说 我就是爱什么村里的牛 听起来就很高兴 有没有比较高兴 比较高兴 比较高兴 加上我们的运动 你看世界运动员 一定要吃牛肉 他如果没有吃牛肉 没有在爆发你 曾经虚折起伏的人生路 没有白走 沈纳玉用台湾牛的传统打拼精神 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欢迎收看今年的台湾 我是许晶晶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人啊只要有心悔改 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困难 台中烧烙店的老板曹明生 就是最好的例子 来自澳门的曹明生 从小家境困苦 年纪轻轻才13岁 就在餐厅当学徒了 但有了稳定收入之后 曹明生却染上了坏习惯 爱赌博 每天下班 唯一的休闲娱乐就是赌 一直到1997年 港澳主权移交中国 曹明生来到了台湾 虽然远离了赌场 却变本加厉加入了诈骗 魏卡集团 东窗事发 南逃牢狱之灾 一关就是三年 出狱后的他 终于痛定思痛 洗心革面 在朋友的帮助之下 开了间烧蜡店 而意外的是 这一开店生意就非常的好 每天中午都是大排长龙 带您来看看曹明生 金盆洗手的人生故事 看我这个背景 就是跟鸭子结缘了 可是我现在生活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我以前最大的败比就是赌 然而没有经历过大事件 可能心态不会改变 如果我没有关那个里面 可能我还是很沉迷 这个赌博什么都好 以前要赚快钱 现在不需要再赚快 是这个比较安稳的钱 来 三宝的 来 82号的 我带你用 油鸡腿 好 80 来 谢谢 位在台中中心大学旁的 这一家烧蜡店 明天中午必定大排长龙 只见老板曹明生 一样剁烧蜡的手不曾停过 然后把它这样剁下去 剁好几百次 我的客人常来问老板 什么最好吃 我就回答他都好吃 不好吃不卖 对这家烧蜡自信满满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曹明生卖的到底港式辣味 还真会有种 让人一吃就上瘾的魔力 烤鸭好吃啊 我媳妇都最喜欢吃烤鸭了 吃起来就是那个皮脆脆的 那个肉就是有弹性这样子 很好吃 其实我们这边 离校门口还蛮近的 所以就常常下课就过来吃 外面不是有看到那种 什么烤鸭三吃啊 这不逊色于那个 肉是蛮嫩的 蛮软的 中午到都会大排长龙 然后所以都要挑 比较人少一点 就是中午过后来吃 比较不会等那么久 有漂亮亮的烧辣 挂在店门口的橱窗内 光看就令人垂涎 有口街边的烧辣店 背后到底藏着 什么样的美味秘方 得走进曹明生的秘密基地 一探究竟 色则要 我们要考到金黄色 才叫做标准 它会脆 你看到一个普通颜色 那些不会脆的 但是好看而已 不好吃 从门炉里取出一只只 火魄色泽的油浪烤鸭 厨房那一瞬间 散发出一股名人的炭香 这是曹明生的正殿之宝 但是要烤出皮脆肉嫩的烤鸭 得严选鸭的品种 这个是宜兰的樱桃鸭 我们用焦准的差不多五斤半 台斤五斤半的鸭 选用 它比较烤起来 比一般的小鸭好吃 这个就是烫皮 用开水把皮烫一下 让它比较 好容易吸收 那个油脂 轻微烫一下就好了 光是一个上午 就得烤好几十只烤鸭 才能应付需求量 尽管费锅耗食 但曹明生也丝毫不偷懒 在鸭肚里更是暗藏美味玄机 这些就是一些中药粉 跟一些盐糖味的东西 也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还有就是像这种 就是月桂叶 中药的八角 好啊 就是自己从香港买回来的酱料 工序反复的烤鸭 曹明生却了若指掌 因为做烤鸭的资历超过三十年 烤过的鸭子不下数万只 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做这个做了好几十年了 因为家里比较穷 很小就没有练书 没有练书就是想说 学一门手艺 可以养活自己就对了 我们赚这个钱都是 用汗叠出来的 烤完东西衣服都要换 都湿透了 汗水交织的工作 考验的是耐心和体力 但曹明生却很愿意吃苦 因为这和他困苦的童年生活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56年次在澳门长大的曹明生 当时的社会大环境 生活普遍贫困 吃不饱不说 一家四口甚至只能居住在 两瓶大的房子 我们住一个房间 四个人在住了 一个房间 大概应该不到两瓶 可能两瓶多一点吧 可以放两个那种 上下铺的窗 摆一个桌子这样就没有 我们现在常讲的了 的概念又类似这样 生活陷入困顿 三餐也都成了问题 因此曹明生小学一毕业 没在升学 就跑到餐厅当学徒 潜意识就是我要做这个 我就是最少有了吃这种概念 那你我们小时候 基本上吃不饱了 你想说我吃饭要吃饱 不可能啦 想学东西的时候 你就潜意识 我要做吃的 进到厨房工作后 总算能填饱肚子 但用了稳定的收入 曹明生却开始沉迷于赌博 当时澳门民间赌风盛行 赌博对他们来说 是最大的消息灵乐 大环境的氛围下 曹明生浸在这大染缸里 自然也挡不住金钱的诱惑 像麻将啊 大老二啊 排酒啊 那些都有啊 澳门本来就是赌城啊 他赌风本来就是很盛行的 尤其是做酒楼啊 我们那时候叫酒楼嘛 酒楼那些人每个都是爱赌的 就是下班也赌 上班 除了上班那几个小时不赌 下班又赌 不然就去赌场赌 就是那种氛围就是这样了 赌博容易使人沉迷 当时就算穷到口袋只剩一百块 曹明生也要赌 是赌诚信的荒唐 赌影赌影就是这样的 用钱就想说我要赌一下 钱就可以放在身上会痒 在三十岁以前 曹明生一毛钱也没存下来 一直到一九九七年 港澳主权移交中国后 曹明生移民到台湾 想要重新来过 在心里发愿 再也不碰度 那时候九七九九很多人 都要离开那个香港澳门 很多人去美加加拿大 美国就是欧洲很多了 那是两个选择 那时候不是新加坡就是台湾 那时候我们就先来台湾看看 来台湾也有一个目的 所以说远离那种赌场比较远 也是这样想 远离指最精明的赌场到了台湾 曹明生重拾国产 到餐厅打工赚钱 存到了第一桶金 在台中开了间海鲜餐厅 不料生意却不如预期 靠你那个薪水 你养活一个家很困难 但有机会给你赚多一点钱的时候 你的想法不一样 一心只想赚钱 庞大的经济压力 让曹明生走上闲路 在一次机会下 曹明生经朋友介绍加入了 诈骗维卡集团 光是一天就能转进餐厅的半年年收 这路越走越偏 但是爬得越高 跌得越深 曹明生后来还把制作维卡的技术 传送给朋友 还一并把道路机卖出 不料东窗始发 朋友犯下了银行盗领案 被警方逮个正着 让曹明生连带遭殃 那我直接是金融卡的 交得去怎么操作 在台湾搞了一千多万嘛好像 那时新闻报很大了 他就后来就说东西我卖给他 多一条帮助犯罪 帮助犯罪嘛 伪造文书 还有一个账务 注下大错 曹明生难以谢责 被法院重判了三年 回想起那段牢狱之贼 曹明生说 人生从来没有如此黑暗过 这次的教训让他痛定思痛 出院后心中暗自持许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重新站起 一无所有他 很幸运地遇见贵人相助 他那个朋友真的不错了 他有三四家店 有一家是在台中 他就问我 要不要去做 整家店先给我做 你先去做 有赚到钱就算了 就再给钱他了 没有赚到钱 还给他就好了 不用给钱 患难见真情 对未来人起希望 曹明生承接朋友的烧辣店 和钢生保护会借贷五十万 重新埋锅造饭 灰汗如雨的工作 一天动辄十二小时 在鹰雾迷蒙的厨房里 是每天必须享受的过程 刮皮 烧肉烧完之后 它会有点 我们用火比较大嘛 所以它有些黑掉的 要把它刮掉 香港人能屈能伸 以前是过大哥的生活 现在过这种流水流汗的生活 不一样 我们现在赚那个钱是正正当当的 我们自己辛苦赚的 跟你那个是属于犯法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我老婆讲 晚上变敲门都不会怕 比晚上敲门变家 因为以前是 警察都晚上去敲门 按门银 所以现在听到声音都不会怕 以前会怕 就这样 知道一切得来符意 过去的教训牢牢的记在心上 虽然现在的收入 远远比不上年轻时所赚取的筹票 但他期许自己不要再费 要靠自己的双手扭转命运 喂 我送面团的 好 你在当那个农科 我已经在当门了 农环那个科学大楼这里 门口 你叫变大吗 是 5个 5个,350 那一个人的转变 我也可以这样讲 我回来十几年了 做成绩 我可以把那三年损失到赚的钱 通通都比过 我关门回来到现在 我比以前的生活好玩 你日志力够,你要重新出发 其实只要你决定啊 对不对 你肯去做就可以 看你肯不肯去做 真正的脚踏实地 才了解到踏实的重要性 如今曹明生找到 人生方向与安身之地 靠着这家烧拉店奋力爬起 从一支支完美烤鸭中 再次看见希望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艺人薛志正 走出了人生低潮 转行卖起了鸡排 成为名符其实的当红炸子鸡 并且以全新的态度 迎接人生的下半场 而温体牛达人沈大玉 虽然过去经商失败 欠下了千万债务 但如今靠着这一锅 用料实在的温体牛涮涮锅 东山再起扭转人生 另外还要看到的是 烧拉达人曹明生 紧急过去教训 再也不碰赌醉个坏习惯 从一支支完美的烤鸭当周 再次看见人生的新希望 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近期的台湾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许晶晶 我们下次再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